民众跟着主持人大声喊赞 前总统马英九 以及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周六双双到澎湖 帮现任县长赖峰伟站台服选 作战台下时 马英九也不浪费时间 和赖峰伟摇耳朵交换意见 选战倒数不到50天 澎湖百里侯志珍陷入激战 寻求连任的赖峰伟 受到同样出身国民党的 马公市长叶竹林刮分选票 蓝营分裂也给了卷土重来的 民进党籍前县长陈光复绝佳机会 根据选战温度级民调 目前赖峰伟支持度百分之三十七点四 落后给陈光复的百分之三十九点三 接近两个百分点 叶竹林则拿下百分之二十三点三 所以他自己连他的鱼刀船跟鱼刀船 都搞不清楚了 所以造成那个渔民相亲的痛苦 这个在他的民调 不好 天经地义 九合一选举倒数不到两个月 澎湖蓝营陷入分票危机 也让澎湖撒卡都战局更加白热化 华氏新闻张主任彭华 我是吴亦璇 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 现在就打开华氏的YouTube频道 按下订阅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 谢谢大家